所以上个星期 跟大家分享 这个叶果夫人 你看叶果夫人 你看她的丫鬟 她念佛念多久 往生西方镜头 一年 人家一年念佛就成就了 我们念佛不知念几年了 到现在还是一样 不但不进步 每天退步 有没有 承认 所以今天 你们礼拜六 你要保持 一起聚会来共修 来念佛 目的没有别的 跟师父一样 每一天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警觉 检讨自己 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清楚 所以米开比奥我们机会一处 机会一起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诵经 然后来听经 你看 又回向 又消灾我们的业障 不但又消灾我们的业障 又修福 如果这一生我们不到西方极乐世界 起码我们不到山谷去 起码人天福德 人天的福报 我们会得到 这么好的姻缘 你还不念佛 还跑去哪里 所以不能懈怠 我们的博士金中学会的同修 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一点一起来共修 不要看人家的什么脸色 也不要看什么样的 我们的心一起来念佛 所以你看那个 岳国夫人 她那个佣人 一年了念佛 就往生西方进 那岳国夫人本身 你看 她的莲花是金色的 金碧辉煌 光明动燃 说明她的境界 已经达到念佛三昧了 就是说 她念佛往生 自由自在了 什么时候走 她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留下 她就可以留下 随她的意思 所以她当她 拜授的那一天 她为什么在拜授的那一天 就是她生日的那一天 往生呢 岳国夫人 就是她的 当天都是当年 就是说 生日的那一天 她往生西方进度 而是站着往生的 那为什么要在那一天的 拜授的时候 表演给大家看 念佛是真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 阿弥陀佛是真的 她一出现给大家看 表演给大家看看 度了多少人念佛 那个时候 属于尊敬的追统修大德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博士金钟协会同修 你也要做一个好样子 给别人看 念佛是个好事 如果大家看到你一个好样子 诶 写佛的人不一样 念佛的人不一样 讲话不一样 动作不一样 脾气也不一样 个性也不一样 人家看到你这样的修行 看到你这样的修养 人家才会跟着你念佛吗 如果你今天念佛 哎呀 我做这个地位了 我做总干事 我做会长 大家一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 霸道怎么样怎么样的 人家看到你 哎呦 念佛的人是这样的 这种的念佛 谁能够相信你呢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提醒 不是谁老大 你老大 是我老大 我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这个就是我呢 跟大家的分享 难得吗 跟师父在一起 所以每天礼拜六来 大家一定要好好供修 好好念佛 做一个好样子 给大家看 将来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 你想一想 你会度了一个人 将来他如果往真西方境的世界 那你的功德是无量的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师父 我要学佛要从哪里开始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 从小小的事开始 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起先动念 慢慢的去开始 才能够慢慢的增长 因为人反复嘛 不可能今天修 明天就成就了 一段一段 只要你要累积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开始 只要你有开始 你就有好的善种 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鼓励 念佛不是迷信的 念佛是一种教育 念佛是一种教学 念佛是一种修行 这样的话呢 你将来我保证 师父保证 你将来会往生西方经 如果今生不到西方经的时间 你将来不会堕塞山土 三二道很苦的 上个星期 师父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在地狱一天 人间多少年 两千七百多年 你要知道 一天在地狱 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多年 很长的时间 所以不奇怪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堕山土 千解 这个不奇怪 很苦 苦不堪言 所以师父在认 释迦牟尼佛在认言经 为什么把地狱的情形 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让我们 有一个很高的警惕 不要跺在山土 跺在山土 能一进去 不容易出来 那以后 那就阿弥陀佛了 来不及了